茶不仅是一种饮品 更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重要媒介 无本法师与大家一起品茶 说茶道精神 茶道讲求何敬亲疾 不因外界的变化而动摇的激进 不动的心境 谈到茶 我们人 古人跟我们讲的 民人以食为天 吃是我们生命肉体 每天维系能量 健康 体力的动力 根据之一 所以从喝茶 我们古人常讲叫做茶一饭后 也就是说我们吃饱饭了以后 来喝茶 那喝茶的意义在哪里 古时候很多高僧大德 都在茶一饭后之后 到课堂里面喝茶 一方面 把今天要安排的事情 在课堂里面 跟听弟子里面来汇报 一方面 招待客人 在课堂里面 大家含蓄 生活上的一些观念 喝茶它最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嫩 脂嫩的嫩 嫩呢 这个是从喉咙上 饮食上感觉的 另外一种叫做运 通常我们讲的运 是从音乐里面讲的叫做运力 或者运味 其实茶本身 它不但记得任何 因为这种物质上的这种功能以外 最重要它是间接 帮助我们调和身心上 你那种情绪 茶以放过 它最重要的意义在哪里 叫做 急事缓办 有事好谈 人生当中的事业追求不完 所以无论再好的事情 再大的事情 在茶以放过之间 大家把工作 事情 心情放下来 大家来享受一下 来应畏一下 来调和一下心情 享受一下 茶以放过这种情绪的气氛 让我们有更好的那种情绪 培养这种感觉 然后之后 才大家各就岗位 在三亚道里 茶道协和 花道弄心 香道尽心 人通过做繁琐的事情 才会意识到自己有许多的烦恼 而通过复杂 繁琐的点茶做法 就可以使人忘记那些心外的琐事 变得心平气和 十方新闻 王天伦 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道